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最前单挑赛的一个比赛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是我们最前单挑赛的第一十轮比赛 观战翻可爱的阿荣的话也是 全服第二摩帆寸 第一摩帆寸的话 惨规积分比观战翻的话 也高不了多少 高一个胜场 高一个胜场 就是你先观战翻一把比赛 好吧 对面的话天宫 天宫这个门派的话 这个模式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特别厉害 因为比赛的话四十回合 0元的话不一定能斩够啊 对面的话四回合 四回合 宝宝被轻掉 宝宝被轻掉 那观战翻的话 宝宝需要领先对面的一个宝宝 领先对面一个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 观战翻的话也没有选择解自己啊 因为对吧 宝宝的话不是配数 对吧 这一把没有封重观战翻分身分定血 那魔翻车一分身的话对面更难受了 OK 对面出宝宝 出了个隐身的宝宝 电对面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天宫是梦幻石油里面 门派就说法术反应最低的门派啊 应该是法术反应最低的门派 OK 被电的好痛啊 观战翻的话也是转了一个魔翻寸啊 好吧 复战法系的硬件玩了一个魔翻寸 最近的话魔翻寸也是比较火好吧 比赛级十回合 里面冲乱 风系来打这个比赛的话不见得特别好打 尤其是打魔翻寸的话 对吧 就观战翻这个宝宝被轻掉的话 就应该是要出一个隐身配数 配数一说直接要一些 一分身 分身在电 对面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对面吸血 比赛的话跟那个环弓不一样啊 因为这边的话道具 只可以用道具栏里面的十个药品 所以说的话 四十回合的话用十个药品的话 我觉得对面靠什么吸血什么的 我觉得不切实际啊 我觉得对面应该 对吧 在宝宝翻面下功夫啊 等到四十回合系统判定的时候 对面对面要有宝宝的优势才行啊 地生先行解掉 对面封印 OK 顶着地生先行给封进去 地生先行的话有一定的一个 看封的几率 但是没有看 不过关战翻的话还是有宝宝的优势 我觉得地生先行可以继续再解 对面 对面这一回合低速 对面这一回合低速解 那对面的话有失误啊 低速解 对面作为医术来说的话 没有封 关战翻选择用五雷轰顶 那关战翻直接一把分身分进去 那再电 对面宝宝高鬼魂 高鬼魂倒地 那这个比赛的话 我觉得对面 对面 天天鹰骨选择下宝宝 天天鹰骨1.0元打不动啊 我觉得对面应该摇铃铛摇鬼气啊 对面再换宝宝 对面再换宝宝的话 就是不 不是选择要脱平局了 对面是要冲刺啊 应该是出的是隐功 OK 一把没封中分身分进去 那隐功排不了人 隐功四回合 隐身出来就要死 关战翻的话 魔翻顺的话 战时的话排名 全服第五名 有机会拿冠军啊 这把比赛 应该也是没有 什么悬念啊 顺利拿下 我觉得魔翻顺跟女妈木有的一打 真的 魔翻顺啊 风翻顺啊 我觉得都是比较强的门派 比赛的话24回合 从宝宝翻面来捡的话 对面落后关战翻一只小孩 你看没有 有时候说的话 比赛判定的话 一定是关战翻赢 如果说对面还能清掉关战翻 一个宝宝的话 那应该是关战翻 应该是 就不太好说了 好吧 所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 关战翻 秦宝三迭 下 下引弓 引弓再神 那关战翻的话 没有愤怒 对面 2.0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R47回合 天雷银骨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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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宝三迭再下 OK 宝宝再神 再神 对面还有一把天雷银骨 看一下能不能绝杀比赛 28回合 28回合 对面利用天雷银骨 绝杀比赛 那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精彩 对面 宝宝连神三次带走比赛 兄弟牛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